不少天文学家认为,宇宙中的90%以上的物质,是以暗物质的形式隐藏着的。 走在上世纪30年代,荷兰天体物理学家奥尔特就已指出,为了说明恒星的运动,需要假定在太阳附近存在着看不到的物质。 1933年,此危机从事女星系团中星系的运动,就曾认为星系团中存在着大量的暗物质。 太阳附近和银河系轨道面内的暗物质是些什么东西呢? 奥尔特等天文学家认为,它们可能是一般光学望远镜,观测不到的极暗弱的赫矮星,或质量为木星30,80倍的大行星。 美国天文学家巴科的理论分析表明,在太阳附近,存在着与发光物质,几乎同等数量的看不见的物质。 在大市场望远镜所拍摄的天空照片上,已发现了暗日是四星的,不到半颗太阳质量的M型海星。 由于太阳位于银河系中心平面的附近,故从探测到的M型海星的数目推算,它们大概能提供银河系应有失踪质量的一把。 每一颗M型星,最多只能发光几万年,故人们认为银河系中一定存在着识许多多这些小恒星燃烧后的尸体,足以提供理论计算所需的全部暗物质。 观测结果和理论分析,只要银河系维维存在着大质量的暗云,云中含有哪些看不见的物质呢? 英国天文学家李斯认为可能有三种候选者,第一种就是上面所述的小质量恒星或大行星。 第二种是很早以前有超大质量恒星探索而成的二百万倍太阳质量左右的大质量黑洞。 第三种是奇异粒子,如质量可能为二十四十九,叠子,符与电子有关系的中微磁。 总之,宇宙中是否存在暗物质,它们是些什么东西,这还需要科学技术和天文学家们进一步探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